大家好 我是袁某人 饶不饶常规赛终于结束 今年的重头戏杨来临 夏天的季后赛 10个队伍争夺4个S赛名额 可谓是心风血雨 不过10进4 4个名额感觉还挺多的 真进不去那就是纯程的实力不够了 尤其是还存在双败赛制的情况下 不了解什么是双败的观众 可以先去看看我之前的双败介绍 那么本期我会先跟大家聊季后赛的11.15版本 随后再结合各个队伍 聊聊具体的赛程和后面去世界赛的难度 11.15版本的重点 很可惜 现在基本确定不会登上S11的舞台了 而版本改动的重点 主要还是在于对于英雄的调整上 首先是格温和破坏王 两人被砍的还是很伤的 破坏王在11.15对线会更加难受 大概率是打野优于线上 作为主Q的英雄 前期作战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拳头更希望他成为剑胜这种纯纯的收割位 而非前中期滚起雪球就无解的半肉打合 那其实破坏王这个英雄是非常是团队协作的 所以能用的好破坏王的队伍 这点削弱不影响强度 但对于依赖英雄强度的队伍来说 这个削弱显然很伤 更伤的还有格温 格温这个一技能的削弱 直接让对线和打野都难受一大截 因为格温是一个一级决意 然后主Q的英雄 而一级意被暴削 导致了前期格温的压制力和野区效率的大幅度下降 这会极大的影响格温这个英雄的万金有属性 温和破坏王的双双居弱 这样导致了喜欢这两个英雄 同时善于中上野摇摆的队伍被严重影响 比如RA苏宁这种 其次是中路的赛拉斯和辛德拉的修改 赛拉斯和辛德拉 包括妖姬是这个版本中路比较火热的英雄 都属于非常吃节奏和雪球的英雄 那什么叫吃节奏和雪球呢 因为赛拉斯也好 妖姬也好 辛德拉也好 这类英雄配合队友 打击杀的能力是极强的 但代价是他们的刷钱能力非常有限 拿赛拉斯举利 有被动的存在会让他面对兵线 不至于束手无策 但问题是交了技能清线 那么无论是蓝量还是CD都会有真空气 所以对手往往会用兵线来牵扯这种英雄 核心词就是CD 前中期CD长 装备不够好 清线成本高 那导致这类英雄中期的每一次选择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类英雄不像瑞兹发条这种 可以慢条私利的刷钱 而是要中期不断的找价的 靠人头来弥补刷钱上的劣势 所以中期团战要不停的吃头 要滚雪球滚爆对面 而11.15对于辛德拉蓝量的回调 并不会让辛德拉的处境有大的变化 只从LPL来说 辛德拉在夏季赛的常规赛一共也就出场8次 还有两次是走下路 稍微冷门了一点 但考虑到这个回调会让辛德拉的前期对线更舒服一些 所以我认为辛德拉应该会重新成为 很多队伍的可选选项之一 因为之前中路都是什么破百王啊 万豪啊 王森啊 这种对线赖皮狗 但随着版本的改动 这些英雄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虚弱 所以拿辛德拉去打版本火热的赛拉斯 瑞兹 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辛德拉的加强对于涛博 苏宁 EDG都是利好 而赛拉斯的虚弱就有一点伤了 因为目前赛拉斯主要是主W 中期靠搓一口来支撑强度 主Q都是赛拉斯很难打对线时才这样点 所以这刀砍的还是很伤的 赛拉斯前中期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会有极大的影响 属于砍赛拉斯的上限 不过也能理解 现在赛拉斯这个英雄简直是虐菜的王 血球滚起来基本跟杀猪一样 而这个英雄的BP率也在一路走高 那对于涛博 方普拉斯 EDG 包括WE OMG 赛拉斯的削弱无疑是很难受的 像RNG啊 LNG这些就稍微舒服一点 赛拉斯由于他的大招啊 对于对手英雄的选择会有很多限制 可以说有赛拉斯的情况下很多BP不好做 所以咱就得说说瑞兹了 赛拉斯这个英雄啊是很讨厌瑞兹的 无论是对线还是团战都很容易被限制 而由于这个版本啊 班位实在是不够用 所以很多队伍会先抢瑞兹来侧面按掉赛拉斯 但这样对于很多中路要承担更多责任的队伍来说 就有一点束手束脚的感觉吧 所以赛拉斯的削弱会让一些队伍BP更自然一些 那剩下的点就是上路了 海南小加强和刀妹小削弱 刀妹小重做是上一个版本的事情了 但11.14在LPL也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刀妹风潮 表现也就中分中矩 所以这个削弱我觉得不会影响刀妹的定位 还是处于后手counter的特殊选择 有合适上场的阵容时 也不会因为这个削弱上不了的情况 倒是凯南安值得说道说道 因为11.14啊 凯南这个英雄开始多了起来 他多起来就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改动 很多队伍提前试水 效果也还可以 无论是LCK还是LCS 这个英雄都开始多了起来 搭配瑞兹的开车绕后或者刀妹的双进场combo 凯南这种偏团战的AP英雄开始火热起来 对于AP打野的要求就会小很多 所以凯南如果越来越多 反而是对打野在BP上的解放 比如涛博啊 苏宁啊这种 毕竟现在AP打野能看的只有角跃了 而角跃面对赵兴拉夫盲分都不好打 其实11.15版本我们能聊的就这么多 接着我们来聊聊季游赛的形式吧 那NITE有一句话被大家吐槽了很久 那就是打入四枪就算成功嘛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个队伍而言 其实成功的定义是不可能一样的 目标大家都是冠军 诶这没有问题 但你成功与否 还是在于你自身定位和实力的匹配 所以对于不同的季后赛队伍而言 我认为追求的目标就不应该一样 就比如我EDG可能没有拿下下罐 但我最终拿到了世界赛门票 S赛突破了8强对吧 那这种也是一种成功了 目标都是冠军 但脚踏实地也很重要 因为S赛名额是分三类 下罐直接进 然后算积分 第二个进 剩下三四名都是冒泡赛 那争下罐的队伍 我认为方克拉斯肯定不用多说 风一其随 他们是目前夏季赛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 目标保二争一 就是保证第二名出现的情况下 以下罐出现最好 我觉得方克拉斯最核心的问题就两个嘛 第一个是牛宝的磨合问题 这个说了两个赛季了 没别的办法多打 第二是下路的起伏问题 林伟祥和刘金松发挥一点不稳 但这两个问题都属于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问题 从最近的状态来看 方克拉斯的中野冲击力依旧 常规赛他们只输给了LNG BLG和IG 就输的局 没错啊 你没看错 方克拉斯输给IG了的 那就先抛开IG不谈 方克拉斯输给LNG和BLG的局 都属于那种内部发病 可以自己消化的可细局 所以季后赛 他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保持状态 包括提升对于小老虎的运用上 说不定会有奇效 就他们现在这样 要是真的连门票都拿不到 那我只能说福气好吧 其实是EDG 我认为是保三争二 因为春季赛他们是第三名 有50点的积分 而方克拉斯和RNG是一个半区的 如果说RNG翻车了 方克拉斯又顺利的话 那么EDG是完全可以靠第二名积分保送的 EDG这个赛季只有三个BO3是打满的 比他们弱的队伍 他们基本是2比0碾压 而跟他们博仲间甚至稍强的队伍 他们往往临场发挥就不如对面了 在这个强调中上野的版本 杰杰和圣枪哥的上野组合 放在LPL常规赛很够看 但放到旧赛的BO5中就得打一个问号了 杰杰这个赛季最喜欢脚跃 但问题是脚跃无论是打盲僧还是赵姓都不好打 而杰杰虽然赵姓效果不足 但他的盲僧战绩却很尴尬 这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隐患 何况这个版本下路的影响力是被削弱的 能当大和的射手基本就剩恶贝留死一个人 这对于Viper和EDG来讲 版本并不站在他们这边 所以我认为EDG的粉丝还是把目标放低点 先确保世界赛名额再说吧 而RNG和涛博我就放在一起说 因为涛博是春季赛第四名 所以涛博的积分其实是有点不稳的 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得赢两个BO5才能进双败赛之下 何况第一轮BO5对手 无论是LNG还是苏宁那都是硬掌 啃下来后还有RNG 涛博现在的优势在于左手手感火热 而且最近水子也稳了下来 但卡子和卓子发挥存在起伏 三子更是屁股刚刚坐热凳子 在上半区不是阿乐就是阿兵 后面还有阿虎的情况下 涛博的GX之旅我估计会很狂野 他们如果一轮游被横扫 我不意外 他们要是最终拿下下罐 我也觉得正常 从稳定的角度来说 涛博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入GX4强就算成功 只要打入4强 那最起码猫猫赛的资格就稳了 而RNG战队相对处境要好一些 春冠的含金量还是在那摆着的 何况积分让RNG只要能拿下一个BO5 那基本是稳坐冒炮赛上位 调整的空间是打大的有 但我对RNG的期待肯定是跟方布拉斯一样 真下关 但我有两点考虑 第一是RNG虽然总成绩还行 但考虑到下季赛确实是有明显不适应版本的问题 抛开果子不谈 就是GALA这个版本上线被限制问题 他已经连着拿了非常不把维鲁斯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看法 就纯玄学 就是Pokeleu这种英雄 我觉得在季后赛就是不行的 我觉得Poke阵容在季后赛非常容易被针对 假如Poke下路被针对 需要拿别的英雄出来时 那GALA能撑起RNG的上限吗 所以在这个循学基础上 我就觉得RNG的季后赛阶段有点负稳 但话又说回头 我觉得RNG如果不幸沦落到打冒泡赛 我觉得挺稳的 毕竟RNG这个队伍的协作是真的独一的 配合是真的可以 大家别看他们被BLG血脉压制 但整个BO3尤其是最后一把 我对RNG的临场表现都还是满意的 输是一回事 怎么输又是一回事 我认为如果RNG手里有牌 那决赛可期 如果RNG手里没牌 就现在这样 那靠基本功 那猫胞赛再看呗 总之我认为RNG只要能进半决赛 那保底积分第一 出现就算成功 能冲击下关 就是锦上变化 我们往下关去看 RA和BLG 这两个队伍其实还蛮像的 两队都是上路容易出问题 而Cube的问题是抗压可以 优势反而一般 而BiuBiu则是抗压不行 但优势反而很猛 这两个上单的团战 有时声音很大 有时声音很小 属于经典神经刀的类型 但RA整体上线更高 但更不稳定 Ivoi乐言都是封起来看不懂的类型 但还好有Fofo这个稳定器 要不然我估计RA的比赛 会比过山车还过山车 而相反 BLG下线更稳 Dekka和Emming总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井上天花可以 雪中送炭很难 这把你要指望他们两个C 有谁站出来拯救世界时 那基本完蛋 但假如BLG的对手陷入劣势时 那BLG往往能够稳定运营 吃掉对手 就BLG真的还得看魏魏 队伍只要能让他舒服 那BLG会很强 而如果魏魏被钉死 那他们往往就没了后续 两队都是春季赛没有积分的 包括现在这个排序情况 要冲下罐 允许想吧 有可能性 但我还是觉得 拿到冒帕赛的资格 冲击第四个名额就算成功 毕竟下半区守门的是ED剧 咬咬牙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尤其是RA 我觉得算是S赛第四个名额的 有力竞争者 中华有R 中国有R I never give up 至于BLG 希望他们能八门全开 让世界感受花了那么多钱 却一直没有成绩的痛楚 八门中甲第一门 开门开 胸门开 生门开 生门开 然后说一下 黑暗势力和LNG 这两个队伍我就有一个感想 想不到 我是没想到OMG重组就能进季后赛了 我原本以为 OMG唯一的看点就是走A 但这个赛季 中单小奶油给了我相当多的惊喜 而且Neal虽然在对线端非常不稳定 但团战发挥还是可圈可点的 他和Aki的灵光一线 是OMG拿到季后赛资格的关键 他们要想冲击更高的名次 Abo和小奶油的发挥至关重要 但考虑到他们两也偶有犯病 所以目标还是突破前两轮吧 而LNG的没想到 在于他们下滑的速度 我做他们分析视频还没过一晚呢 直接连胜就断了 在后半段仅拿下三胜 延续了之前的冲一波就后劲不足的传统 在率先摸到版本的情况下 LNG在其他队伍都改上来后 他们的弱点就开始逐渐被摸透了 整体不够稳定 过于依赖阿乐的冲击力 让队伍非常容易被对手扛住攻势 而劣势时 LNG很难找到机会搬回来 所以后半赛程 他们打得很吃力 而他们的第一个对手 苏宁 上路冰打野SOFEN 中单又是很稳的Angel 风格上是真的挺被克制的 但他们的优势在于 苏宁的打野SOFEN是神经刀 而他才不是 那能否从打野最位中打风SOFEN的心态 是他们能否突破第一轮的关键 从赛程来看 LNG后面还有操博 RNG 属实是死亡赛程了 我觉得OMG和李宁 只要能突破两轮就是血转 三轮就是成功 如果能拿到世界赛名额 那就已经值得打输特殊了 最后聊下苏宁和WE吧 就WE前几天还在前面顺位 结果一转眼就到后面的最后一轮了 而苏宁我是觉得肯定能进季后赛的 但排序要看SOFEN脸色 两个队伍都是选手 整体缺乏固定引比赛套路的典范 如果我们把队伍的进攻和防守 当做矛和盾的话 那WE属于毛够尖 但数量少 而苏宁属于毛巨多 但盾几乎没有 苏宁这个赛季尝试的体系非常多 但问题在于SOFEN就是一个天生不稳定的选手 这个赛季的野区环境 也让他的上下线差之大的离谱 如果说SOFEN能在季后赛 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英雄选择 那么上半区苏宁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换风这个赛季非常稳定 哪怕是输的局 死亡数都非常少 在这个冲脸横行的版本 这样的发挥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Angel虽然整体偏团队 对线强度略微平庸 但他的英雄词是苏宁下线的稳定器 何况苏宁还有兵这样的强劲攻守 所以苏宁要解决的问题跟韬勃相似 都是如何让队伍稳定下来 而这点在BO5会相对比较好解决 苏宁在春季代是第五名 还是有一点积分的 但考虑到上半区的强度 所以我还是替他们担忧 但假如他们能够成功从这样的包围圈中杀出重围 那么进入4强后的苏宁很有可能蜕变成方佛拉斯这种级别的夺冠强队 而WE则是我比较纠结的队伍 引入呼吸哥让江克斯玩把刺 包括拿下小东北 WE比英零是一个战税储备相对丰富的队伍 但整个夏季赛看起来 我感觉比去年强的也有限 去年摩根和马老师英雄池有限 但整体磨合程度够 队伍的执行力是有的 输了 那只能说可惜 而这个赛季啊 去年最carry的旧梦换了ID 表现也变了 他和米紧这个赛季整体发挥 我只能给70分 其中23.12分扣在了失误率上 WE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均 上中下都打C 但当主打上路时 下路的坑往往填不上 而且呼吸哥的英雄池太变向于进攻了 这点跟兵很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吃打野的照顾 但换风抗压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但旧梦就不太抗得住压 WE其实是10胜队伍 但小分太少 是5个10胜队伍里最少的 这就是因为当他们进攻端撕不开口子时 往往防守端是顶不住的 所以WE所在半区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 OMG到BLG甚至RA 都是在常规赛跟他们打满的队伍 而且从硬实力角度 差距也在伯仲之间 所以WE是完全有突破的可能性 而一旦他们完成了这次历练 或许能成长到 让大家都惊叹的程度 就从观赛角度 我觉得上半区肯定更精彩 但对于俱乐部冲成绩来说 还是下半区更舒服一点 上半区临场发挥更重要 下半区BP或许更关键 那季后赛的大幕已经拉开 舞台已经搭好 那之后我会先观察 等首轮打完再给大家做几期分析 然后这次我会多看看隔壁赛区 帮大家探探路 最后跟大家赌个小游戏吧 就我们来猜一下 哪两个队伍能够进最后的决赛 那如果我对了 或者你跟我猜的一样 那这期给我一个免费的赞 那如果我没中 那我会在决赛后给大家抽个奖 好吧 那我认为决赛 好那我是原某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